不错不错 这挖机我还是第一次见 全新的流工国宿的920F 你们见过吗兄弟们 今天咱们第一世纪了 上来感受一下 看看这个挖机新款的 开起来到底如何 走 这个门把手首先进行了改变 这个就很方便了 来咱们上来看一看 这个挖机的话有哪些改变 坐上来 哎呦 现在变成这个悬浮座椅了 你看兄弟们 太柔软了 这个旋钮油门好像也进行了更更便啊 这个还预留着有这个充电口 后边还有这个24V的这个点烟器 这个东西啊 挺方便的 这边还是传统的这个灯光 这个新车就标配有这个制阳帘嘛 这个就很好了啊 两边的话还是吸的 直接吸一下就上去了 哎呀太人性化设计了啊 哎又发现一个东西兄弟们 你们看到这个玻璃没有 是不是也进行了改变 之前的刘工不是这样的啊 看现在变成这种了 这种的话它卡在这个槽里边啊 它就不会晃 不会响 这个就很方便 来兄弟们 咱们第一视角看看这个挖机 开起来怎么样 直接看到没有 一键切换正反手 还有这个东西呢 正手 嗯太好了 来兄弟们 第一视角开一开 看刘工的博士920F Pro加 开起来怎么样 动作非常轻巧啊 刚上来油门我加条一点 适应一下 看照片你看 就感觉现在设计的都特别容易上手 兄弟们 动作特别快的一种感觉 好 那挖机还这样停吧 还这样停吧 那油门小了 然后咱们下车看看 还有哪些改变 不错不错 这挖机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 兄弟们 这个挖机的产头多大的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有没有懂的 现在的挖机啊 是越做越好看 越做越好开 刘工的920F Pro加 现在都整的这么多了啊 哎 后边还预留了这个后置摄像头 这个口看到没有 直接装个后置摄像头 是不是 这大配重 看起来太舒服了 新款的 那越做越好看 兄弟们 有没有充款了这种挖机的 好了兄弟们 走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